宽敞的道路 跑步的作业在太阳下进行着 这是茄定区郑顺北路道路的改善工程 陈其迈市长6月12日上午来到 茄定师弟公园前的郑顺北路视察 展现对路品及施工品质的重视 陈其迈表示 科技大厂陆续于 路族科学园区 小头科学园区投资设厂 包括台积电 文帽 群联等 未来北高雄的发展可期 茄定区生活环境舒适 拥有新达港 往返台南及高雄市区的交通更是方便 旁边集合环境的地方 家庭当然也所选 茄定区郑顺北路是茄定重要干道 自2011年开辟通车至今域10年 未进行路面翻修 道路现况多有修补及老化整现象 每逢大雨后即出现许多坑洞 影响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会改善道路品质 公务局养工处进行郑顺北路 双向快车道改善工程 工程经费超过1100万元 不可以说高雄市做的路 跟高雄管做的路 两边拼出差很多 说阿尾要去后回家 这一款高雄管的可以这样子 不然关系学民要做什么 对不对 就是生活拼出要两边跟去外面 所以这条路我就特别交代说 你高雄市中山路怎么做 这条路你就怎么做 这拼出就要做好 不可以说有管区的人在运辰 说学民那样久了 这路建设也不够 所以这条路就是最高的品质 如果要来家庭就走一条路很长 进来这路很舒适 陈其迈表示 事务去年编夜约3000多万元 在茄定区的道路改善工程预算 并进行茄定大牌与金栏路淹水改善 运动公园上尾渔港旁景观工程改善 行政中心整体规划 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等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记者潘子光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